国小学生课本上有国字有注音 大家都看得习以为常 没想到在专家研究之后 却发现近年来学童日益严重的近视问题 可能跟注音符号太小有关 实际上有这个问题吗 小学课本字体不是都很大吗 我们就看了结果 结果是这样子 字体国字字很大 注音符号很小 大人们啊 对不对 国字我们都认识啊 但小朋友不认识国字 他必须被迫去看注音符号 注音符号小到变成什么 国字的八分之一啊 小了八倍 为了培养学生进行科学专题研究 曙光女中成立科学探究社 与台大医院清华大学合作 进行科学专题课程 他们特别把研究目标 放在光源与视力问题 希望找出造成近视的根本原因 所以孩子们 要看这个3C产品的这个比率越来越高 好所以如何我们透过这个主题的研究 好让孩子们从生活当中去找到相关的议题 那透过这个动手做实验的社团提升到自主学习 眼科医师叶博廷指出近视问题不容小觑 重度近视会造成视网膜剥离 黄斑部病变等眼部重大疾病 因此降低学童的近视率需要大家一起关心 那中度近视会造成视网膜剥离的机会是一般人的20倍左右 那造成黄斑部病变的几率是一般人的40倍左右 这个我们研究团队发现 我们这个用的光线 尤其是白光的光线越强的话 它近视的加深率反而会增加 那如果是用竹光的话 只要这个光线是比较柔和 而且不用太亮 我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以前如果孩子近视 爸妈就会觉得说是孩子看电视看太久 看书看太近 灯光太暗等因素造成的 但研究团队认为书本字体太小 灯光太白以及用眼时间过久 才是具体造成近视的原因之一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